周立伯暗即将真相大白,王志安见了莫虎和某某近距离接触涉案枪。 王志安前往美国纽约采访唐爽之后,并没有马上离开,而是转身找到了周立伯的首任律师莫虎,莫虎没有拒绝王志安的采访,在见面的时候,莫虎握着王志安的手说,现在你在美国华人圈里大名鼎鼎了。 王志安当然一笑,随后两个人还合了影,其实早前王志安就曾经在微博中说道,可惜美国人了,不懂汉语,这么精彩的节目,局面没有看到。 似乎可以看出王志安对这次采访非常满意,除了采访周立伯以外还采访大了唐爽,而这次又找到了莫虎,莫虎当然没有理由拒绝,肯定是要将这件事说个清清楚楚, 毕竟坚听则明,偏听则爱是王菊的一贯思想。 另外王志安还见到了唐爽的律师,可谓是不需此行。 不过更加令人意外的是,某某人竟然允许了王志安去看一看地下枪库的请求,在王志安进入地下枪库之后,同样是看到了满墙的枪械。 这点与采访周立伯时说的,和周立伯提供的图片差不多,虽然没有周立伯说的上百把枪那么夸张,但是目测。 40-50把还是有的,长枪短炮一音俱全,看来某某人应该是个枪迷。 其实男人谁不喜欢玩这个,不过这次被警察发现才节外生枝,有时真的是造化弄人。 当然了,重点是王志安还看到了那把涉案的雕花枪,王菊更是拿在手中不断地摆弄,心中也是不断盘算,其实这把枪这不是找到了主人了吗? 物归原主,枪没有周立伯夫妻说的那样被转移了,因为这些枪应该都是正规渠道来的,所以放在原底问题不大,否则怎么可能让王菊亲自去看看呢? 不过也由网友打趣的调侃王志安小心留下只闹,玩笑归玩笑,王菊可是正规采访,咱不怕这个。 另外王志安也去了某某人的办公室,这个地方就是周立伯和妻子胡杰还有某某人见面的地方,唐爽是下午赶到的,所以在此之前某某人与周立伯和胡杰应该是谈过些什么,而部分录音也恰恰是在这个地方。 随后我们的王菊又来到了某某人的游艇商,这王菊是来美国度假的吧? 也是彻底体会了一下富人的生活,看着王菊带带的眼神,有钱人的生活是不是不能理解? 听说周立伯说某某人出手还是很大方的不差钱,王菊要把持住啊。 不远处就是周立伯描述的豪华游艇,看起来确实比较豪华,最起码游线型的造型让人眼前一亮,是不是看到了中东土豪的影子? 王菊这一圈走下来应该是感触颇多,面对柜圈的采访是不是很有压力?游艇走一圈压力全无,当然这是玩笑,我们王菊是干工作来了。 这次王菊自己爆料图片,可以看出下一步的采访目标,莫虎唐爽的律师,最后劲爆的是某某人,相信不久新的采访即将出炉。 目前这件事已经越来越接近真相了,看看所有当事人的说法,到底谁说了谎话,读者心中自然会有大案。 看完小编的文章,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? 欢迎下方评论区留言哦,您的每一次评论点赞就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与支持。